十天連續假期接近尾聲 但是新冠疫情似乎還看不到盡頭 本土疫情大年初六 新增兩萬四千一百零九例 較上週同日增加百分之三十四點九 一時省政南分析增加三成多 主要是春節的群聚效應 今明兩天也會增加 雖然目前以BA.5BA.2.75為主 但BQ.1與XBB也將擴散 一時工會全聯會理事長周慶明更推測 五大疾病會在社區啟發 二月初新冠疫情恐有一波小高峰 即使疫情有微幅的上升 那我想也不至於 會高過前兩波的一個情況 日本宣布五月八日將調降 新冠肺炎分類等級等同季節性流感 國內是否跟進 指揮中心發言人莊仁祥透露 會先進行輕症不用再通報 調整確診病例定義 至於輕症如何判斷 已有沒有住院或由醫師去判定 重症定義會再討論 吳家恩的隔離措施會朝 不用強制隔離 勸導生病在家休息的方向進行 就是有些配套 還需要一些跟其他部會的 一個社交的配套 對 個人而言的話 其實還是要注意說 我們那些有沒有傳染力 比較是道德的層面 專家洪子仁也分析 目前新冠致死率萬分之十一 流感致死率萬分之七 降到萬分之十以下 才能即可視同流感 專家預估國內應有七成五以上的民眾 打過三接疫苗或已經確診過 社區已建立其免疫保護力 年後馬上要開工 民眾難來北往 一定得注意防疫 這黃毅俊 楊宗彦 台北報導 我是劉佳 我喜歡與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時事 國際脈動 財經動態 還有氣象資訊 最接地氣的新聞台 讓你重要消息不露階 聊天的話題也不脫鉤 當然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式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